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如這個圖 他的目標函數是這個 隨著這個坐標平面的 任何點的X跟Y坐標改變 那麼他說,在五邊形 這個ABCDE 含內部 含邊界跟內部的話 他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就是說這個函數 這個目標函數的話 在這個區域裡面 他的最大值是大M 最小值是小M 那麼大M-小M的話 等於多少 首先我們看看 我如果把目標函數值固定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直線 這個直線 他的斜率 這個是斜率 跟這個最小值不一樣 這斜率的話是2分之3 也就是說 函數值固定的話 他的斜率的話 是這2分之3 當你X越來越大的時候 X越來越大 代表往這邊移動 往這邊移動的話 這個數值就會越來越小 也就是說 這個什麼呢 這個直線 斜率是2分之3 這條直線的話 往這X越方便移動的時候 他的函數值會越來越小 最先碰到的 當然函數值最大 最先碰到的函數值最大 最後碰到的函數值最大 最先碰到的話 當然是最先碰到這一點 所以你這一點帶進去的話 它會是最大值 那最後碰到的話 到底是先碰到這一點還是先碰到這一點 那你就看看 這個斜率 這條直線的斜率是2除以多少 2除以2 所以這條斜率的話是 斜率是1 這斜率是2分之3 這比較陡 所以他會先碰到這一點 這樣移過來的時候 他會先碰到這一點 碰到這一點 碰到這一點 又再碰到這一點 所以這一點是最晚碰到的 最晚碰到的話 他的函數值最小 因為當你X越大的話 他的函數值越小 所以這一點他的函數值最小 這一點是小M 好,那我大M跟小M就小了 大M就把它帶進去 就負32帶進去 所以是負30乘以負3 加上20乘以2 加100 這個最大數多少 最大數是90 這130 90加上40 加100 所以這是230 所以這是230 230 那小M呢 小M就是F 你X值代多少 代3 Y的話代2 就是負30 乘以3 加上多少 20呢 乘以多少 乘以2 加上100 好 事實上這樣一看的話 一減 大M 乘以小M的話 這一減 這兩個就消掉了 所以事實上是 這一個的話 減掉這一個 所以是多少呢 是30乘以6 就是 嗯 就是 這個30可以抽出來 就3 減掉負3 3減掉負3 就是3加3 3加6 所以應該是180 所以答案是180 所以這一題 答案應該要選係180 180